你知道清末第一首富 盛宣怀有多少财产吗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部下 洋无运动他基本上参与了一半以上 说他富可敌国一点不夸张 他死后财产被四个子女瓜分 四儿子最为挥霍 仅一年就输掉了自己的一半财产 贪承晚清第一败家子 52岁时竟活活饿死在家 盛宣怀1100万银元的财产 折合现在人民币48亿多 本来按照遗嘱是要给专门机构打理 获利一半捐出一半给子女 但谁知子女不按遗嘱执行 最终子女多落得倾家荡产的下场